她被称为最帅女排教练,郎平身边最强助教,如今却辅佐日本女排,说起中国女排,不得不说中国女排的世界名片就是郎平。 她给了中国女排一个辉煌的时代,给了中国女排坚实的基础,也给了中国女排无限的未来。 郎平的爱国精神也是有目共睹的,在中国女排最需要她的时候,她果断辞职高薪职位回国支援,在中国女排低迷的时候,她毅然决然的回来接受训练她们。 这样一个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好教练,摆出了一批批好的运动员和新教练,众所周知郎平的名声享誉国内外。 所以有很多国家争相邀请她回她国指导,也有很多学徒慕名来拜师学艺,有一位名叫贝罗的土耳其年轻人,获得了学习的机会,因为她从小热爱排球,并且多年积攒了很多观看经历,也有指挥过小型比赛。 她苦学数年,最终成为了郎平的得力助教,共同参加了多场重要的比赛,增长了很多见识。 当时的郎平还在土耳其执教,那年的土耳其获得了世界上的名次,这也让贝罗对郎平的崇拜与日俱增,坚定了要努力跟着郎平学习的决心。 之后郎平回国继续执教,贝罗也作为助教一起参加中国的比赛。 这是一个坚然的小伙子,即使在语言不通的国家,她也努力让自己适应,并且用自己天生的组织能力和幽默感,征服了恒大女排队。 将该队伍多次获得优异的成绩,贝曼的能力得到了认可,之后她不断跟随郎平学习,敬意求精,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她的水平已经很高了,最后她已经可以一个人面临一场比赛的赛况了。 这独当一面的能力也让郎平对她刮目相看,贝曼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土耳其,把自己所学投入国家队中,帮助国家争取荣耀,事实也说明了,土耳其女排,在她的带领下多次获得优秀的成绩,在世界排行榜上名次不断上升。 事情分析到这,大家都会觉得贝曼是个少计,好学,爱国的好青年,可是她在2017年前运了日本女排国家队,成为了她们的助教。 这一消息一出来,轰动了中国排球界,人们议论纷纷,她是郎平带出来的教练,可是最后却帮助日本冰战赛场,贝曼也是亚历山打,顶着诸多议论在日本继续指教, 更令人惊讶和期待的是,中国将游和日本的比赛,这也成为了一个两点,贝曼究竟是选择钻尸重道还是名语力呢? 郎平的精神是否还能永传不朽呢?这一切都将在比赛后知晓。